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事实上线控这个名词在台湾比较适用 事实上本身它所兼任的主要的业务的话 最主要就是负责产品形成的一个规划 设计包装制定价钱 那甚至到教育训练跟行销这个部分 那在线控本身你的那个细心度要够 那对市场的敏感度也要够 那对产品的规划创新度也要不断的去研发 就是还有开发更新的东西出来 那去迎合市场的一个需求 因为现在消费者事实上跟过去比较不太一样 本身讯息取得非常的容易 资讯也非常的透明化 那要求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那变成就是这个任务就归在线控的身上 你要不断的去研发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如果说你要成为一个很突出 能够做得非常好的一个线控 那我想还是要从头开始 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就是经验的累积 我想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你要从业务面开始去琢磨 本身你在从业务面这个地方去琢磨的话 你一定要从销售开始 从销售开始当然对产品要慢慢的去了解 那你对产品有的了解了以后 你才知道就是消费者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你在日后晋升到线控这个岗位的时候 你才有这个角度去思考 到底就是团体的这个形成跟产品 要如何去规划去迎合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我想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第一你就是对这份工作 要抱持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 那还有就是要高度的有兴趣 毕竟你是在工作不是在玩 虽然这是属于留业的一环 就是变成你在工作中去求乐趣 我想这一点 我想这种心态的话一定要抱持着 那当然了很重要一点 不要在这个工作里面 就是能够做得好 然后持久 那我想就是你的细心度跟耐心度 要非常的够 还有就是你的抗压性 也要有 毕竟这是人的一个工作 你面对的是人 不是机器 那就是人 就是市场上消费者 就是有太多太多的那种情绪了 那很多很多的反应的话 你随时要能够去接受它 去容忍它 然后就是经过自己的身心的这个调试 你才有办法去把这个工作给扮演好